台长告诉大家 有一个父亲早上呢 在家里找手表 找来找去找不到 他非常着急 因为上班时间不够了 他就离开了 离开之后呢 一边抱怨 哎呀 怎么回事 找了半天都没找到 心里很纳闷 等到父亲上班了之后呢 这个孩子啊 就偷偷地溜进了屋子里 一会儿他就找到了手表 那么 父亲回家之后 孩子说 爸爸 我帮你把手表找到了 哎 父亲 非常的纳闷啊 孩子 你怎么会找到手表的 结果孩子说 我安静地坐在你的房间里 一会儿我就听到了 滴答滴答的手表声音了 所以我就找到了 人生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们人每天在焦虑当中活着 每天在寻找着自己的生活 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你反而找不到 我们学博人 只有将自己的心平静下来 你才能听到你内心的声音 你才能找到你 人生真正的目标 好 中文字幕——YK